看到路邊有商家在舉辦喪事 就好奇的往靈堂看過去 當他看到遺照的女生 不禁在心中感嘆 覺得很可惜 因為那名女生長得很漂亮 很像韓國女星繡織 這件事其實我不太想說 每次想起來都很難過 不過為了給大家當個警示 避免再犯同樣的錯 想了很久 還是決定說出 這個藏在心裡的爸 本人是在一個單親家庭中長大的 以前爸爸是工廠老闆 但自從工廠破產倒閉後 媽媽就常跟爸爸吵架 吵到後來離婚 最後法官判小孩監護權給媽媽 記得那時我才國小而已 很多人都說 單親家庭長大的小孩 都會有些問題 一開始我也有點自備 但有個大我兩歲的哥哥陪伴 讓我很快就走出負面情緒 他從小就很照顧我 我們感情很好 好到人共喝一杯飲料 共吃同一碗飯 都不在意 看在不認識的人眼裡 就像是情侶一樣 不過這也導致我很依賴哥哥 只要遇到問題 幾乎都找他處理 雖然之後因為上大學 我跟哥哥的大學在不同縣市 所以我們分開住 不過我們還是會沒幾個禮拜 見面分享生活上的所思 但是有天 哥哥卻突然斷了聯繫 6月22號是我哥哥的生日 因為每次過生日 我們兄妹都會互相送禮物 所以在生日前一個禮拜 我就傳了簡訊問哥哥 有什麼想要的生日禮物 平常哥哥是看到就馬上回 但那天哥哥沒回訊息 因為那時我白天上課 晚上打工 所以回到家就累到直接睡覺 也沒心思去多想 時間過了一天 兩天 三天 哥哥都沒回應 甚至到了生日那天 哥哥始終沒回應 這期間 我打了很多通電話 都只有語音留言而已 於是我就開始上社群找哥哥 就在這時 我才發現 哥哥已經把臉書 IG帳號都刪除了 連帳號都刪除 讓我覺得不正常 我就趕緊問哥哥的朋友 但朋友都說 人沒事 只是精神狀況有點差 不過不知為何 都不想講詳細情況 這讓我整個很疑惑 雖然當下很心急 但也沒辦法馬上去處理 因為我是在中部的大學上課 哥哥是在台北的文化大學 所以我是到了周末假日 才搭火車 前往台北找哥哥 當我到了哥哥 位在文化大學旁的 租屋處後 按了很多次門鈴 門才漸漸地打開了 來開門的是哥哥 但我卻被嚇到了 哥哥變得瘦巴巴的 就像是餓了好幾個禮拜一樣 臉色也很蒼白 更奇怪的是 眼神還一直不停查看四周 像是擔心會出現什麼東西一樣 在我叫了哥哥很多次 問他到底發生什麼時候 他才逐漸圍過神來 跟我講了他所遇到的事情 哥哥是一名愛運動的人 現在整個人看起來很陰沉 這讓我很震驚 我一開始想說 或許是失戀了才變這樣 但哥哥卻說出了 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故事 哥哥說 他在幾個禮拜前 跑到山下 失敗的好樂底 跟朋友一起唱歌 唱完結束 大概凌晨一點多 他一個人騎車 要回山上的家 在半路時 看到路邊 有商家在舉辦商事 就好奇的往靈堂看過去 當他看到遺照的女生 不禁在心中感嘆 覺得很可惜 因為那名女生長得很漂亮 很像韓國女星秀制 而且看起來很年輕 應該還只是個大學生 沒想到接下來 他就開始遇到怪事了 騎回大學 租屋處的路上 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般人都是走 仰德大道 不過為了抄近路 省時間 他就騎文化大學 獲散那條路 是從天魔棒球場 旁邊的小路上去 其實 這條路很陰 常傳出有人在這撞鬼 不過 哥哥他體質比較硬 也從沒有遇到什麼鬼 所以他完全不害怕 可是那天 不知為何 總感覺 怪怪的 一直覺得 後面有東西在跟 但看了好幾次 後照鏡 都沒看到東西 儘管如此 那種感覺 還是一直存在 所以哥哥 就乾脆停下車 轉頭查看 結果 就看到路燈下 站著一名 長髮女子 嚇得他 狂罵三字經 油門直接吹到底 狂飆 再 起了一段路 慢慢 冷靜下來後 哥哥心想 或許 是看錯 自己 嚇自己吧 也許 只是附近住戶 但 這麼晚 還會有人嗎 為了確定 是否真的是鬼在跟 他 再次停車 轉頭查看 好險 沒看到鬼 他 也就放下心來了 回到 住屋處後 哥哥開始洗澡 沒想到 洗到一半 廁所的電燈 突然開始 一閃 一閃的 讓他 把手擦乾淨 準備去調整 電燈時 從鏡子裡面 看到他的背後 站著 一名長髮女子 仔細看時 更發現 女子的長相 跟剛剛在臨堂 看到的 遺照很像 這時 哥哥突然想起 阿嬤曾說過 在經過傷勢時 要迴避 不然 會冒犯到 往生者 不過 現在後悔 也來不及了 他 嚇得想 立刻逃離 但腳 卻整個麻痺 很難移動 那感覺 就像 九座馬桶 叫馬一樣 到後來 眼呼吸 也 越來越困難 只能 眼睜睜的看著 劍齒中的 長髮女子 慢慢 伸出雙手 蓋住 他的雙眼 然後 哥哥 就 暈倒過去了 醒來後 已經是 中午了 那天 他翹課 跑去廟裡 找生命求助 但怪事 還是一直發生 最後 就崩潰受不了 變成 這父母一樣 因為 求神問否 都沒辦法解決 我就帶哥哥 到 籠中檢查 醫生 診斷結果說 這是 精神分裂症 需要吃藥 長期控制 雖然吃藥 狀況 又比較正常了 但整個人 還是會突然 變得 怪怪的 所以哥哥 也休學 沒在念書了 現在 回老家 讓媽媽照顧 最後 提醒大家 在經過靈堂時 真的 不要亂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不妨